在我身后,千余名跳伞员正在紧张地进行伞具整理和武器装备的披挂 由于今天实施的是全装跳伞 那么根据战斗岗位的不同 每名跳伞员所携带的武器装备类型和重量也有所区别 我今天携带的武器装备有手枪、自动步枪、无人侦察机以及生活物资和调放杯囊 总重量约40公斤 不同重量和类型的武器装备对于我们在实施跳伞离机和空中操纵时都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数架运输机直插云霄,恢复预定空域 伞兵依次跃出机舱 在地面指挥员的指挥下精准操纵降落伞,拉开队形 侦察引导组率先走路,堆场地进行勘查 空中核心风很大,同时今天跳伞的高度较低 且在双路集群散尿条件下,人员分布较密集 这对我们在空中处理特勤的反应速度和操纵散具的灵活性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空中核心